這是軌道對不對 這是總角動量 這是非常重要的內容 但你們事實上卻講得很少 因為以後你們做研究 以後你們做研究都要用到這個 用到這個觀念 那我們還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第一個要把 我們再複習一下 我們以前講過角動量對不對 我們在講角動量的時候 一直在跟你們強調什麼 分量的什麼 分量的commitation relation 這一樣 我們要從這座出發點 對不對 它個別分量是相加 那我們現在要找什麼 我們現在要指到這 就是commitation relation 那我們帶進去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commitation relation 會得到什麼結論 那我們把它撐開來 我們來看這兩項 這一項跟這一項怎麼樣 因為它是獨立的 所以消掉了 這一項跟這一項消掉 剩下什麼 剩下這四項 剩下這四項 那我們知道這是什麼 對不對 ok 就是 commitation commitator 那我們知道這一項 我都要你們背起來 就記得 ok 然後我們用相同方法 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得到這三個 基本的commitation relation 那這三個 我們再複習一下 這三個commitation relation 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再複習 好你們跟我講好不好 commitation relation 告訴我們什麼 什麼什麼量 什麼量是量子化的 好 這樣才繼續的 好 這只要這 commitation relation 關係的話 我們就有這關係了 好 這證明 你也可以證明怎麼樣 這些平方跟這些是commute的 那你帶 你把這些平方跟這些 帶進去 這個結論 可以找到共同的什麼 共同的愛情 好 我們現在把 我們把它寫成這樣 這是L平方的 來自L的 來自L的 這自選狀態 這是怎麼樣 這是軌道 沒有聲音 可能是沒有電 都沒有電了 我們把這個 對不起 我們把這個作用到它 會得到什麼階段 因為接接號是等這個 對不對 作用到這 這會得到什麼結論 對 等於是 是不是 好 那這個作用到它 變什麼 勝負多少 2分之1 2分之1 就是這個 那這個呢 這作用的它變什麼 M 對不對 所以告訴我們I跟位置多少 M加上 M正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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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等於 我用MJ 來表示是 這些的怎麼樣 總角動量的 激方 的那個 那個M子 到這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 我們來 要把那個 我們要把這個 這些狀態 我們要把 就是說 把這共同的 I跟方形 我們要把它找出來 這兩個狀態 這不是 這還不是 這是其中的 組合而已 所以我們要 我們現在目的就是要找 那個共同的I跟State 要從這邊 從這個組合裡頭找 從這個組合裡頭找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符號 我們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它的共同I跟State Z 這是Z對不對 我們還不曉得 Z是什麼 這樣清楚嗎 但我們知道 這個我們確定了 在這邊 這是我們確定的 那這一部分是MJ 那我們猜 我們看 怎麼樣從這個組合裡頭 可以得到這 就怎麼樣得到這個M 得到這個 我們看有幾種 我們看來 有幾種可能 我先這樣寫 L 假如Plus的話 這M要等 假如要組合成這個 這M 這要 這邊要多少 M M加二分之一 所以M加二分之一 另一種形成是這個 只有這兩種可能 叫做自選部分 只有這兩種可能 沒有其他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要 這必須多少 啊 對 M加一 這樣清楚嗎 只有這兩種可能 沒有其他的 因為自選部分 只有兩個 只有兩個狀態 其實我們目的是 我們怎麼樣做 就會找這個係數 我們知道它是線性核 所以我們要把那個係數 把係數找出來 我們還不知道 現在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要求出來 我們要把J求出來 我們只知道MJ 我們只知道MJ是M加三二分之一 我們J還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 它I跟V是J乘效J加一 我們只知道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在做這個問題 我們目的是 找J平方說 我們看J平方等於什麼 J平方是等於 S加上L 就兩個向量點乘 拿著可以展開來 這兩個向量點乘 那這一向 這一向可以寫成這樣 這是G部分 X跟Y部分 可以展開成這樣 可以換成這個 換成那個 X跟ERORD 怎麼樣 Rowlin operator 跟Ragin operator 那底下 我把一些公式 我們要用的公式 我把它抄到這邊 我再把那個 我們需要用的公式 我斷發抄下來 這兩個公式以前 在講那個 YOM的時候 我跟你們寫過 我那時候跟你們講說 以後要用到 都抄了沒有 他們現在作用到這個狀態 我們把J平方作用到上 我把它寫下來 所以我們得到 阿爾法 你們交代一下看 你們知道這一向 這一向是從L平方來的 這是 這是S平方的 這是 SG跟LG的 那這一向是後面這兩向 好 我知道這一向跟這一向 是後面這兩向 想說到 都改變狀態了 我們的目的是 要把J找出來的 把這個J 把這個J找出來的 這樣做到目的 對 那這應該等於多少 等於Z從上 我們要得到這次 都寫了沒有 我們知道 這等號 左右 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相當 就個別 個別相 不要忘了 這是 這一向 跟這一向 是一樣的 對不起 這一向 跟這一向 這一向 是跟前面這向一樣的 我們可以把它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 起來以後 最後是寫成這樣 我們可以得到 這兩個方式 這邊寫成1 第一個方紅式 第二個方紅式 有沒有問題 我們看這一向 這個函數 這是r法 r法乘上 這兩個是一樣的 這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是 L乘上L加1 這是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在這裡 然後這邊是多少 2跟2消掉 所以是m 所以是這一向 對不對 然後後面那一向 是這一向 有沒有問題 這是 L整個算是m加1 1跟1消掉 所以是Lm L-m 那是Lm OK 我把它用顏色來畫 這一向 有沒有問題 我們底下就要解這 把這兩個方紅式 解出來 怎麼解我們看 你把這兩個相成 這兩個方紅式相成 等一下我們把它 重新組合好了 我把它改成成這樣子 第一個 你把1跟2把它改成 改成成這樣子 我想這應該 應該很中意吧 就把這一向 把這一向搬到 右邊來 把這一向搬到 右邊來就得到這 都超沒有 那我們把這兩個相成 相成以後 左邊是r法乘上β 右邊也有是r法乘上β 所以怎麼樣 都消掉 所以 那 這跟這個是開根號 開根號 所以變成這樣 就沒有開根號 所以就得到 有沒有看到 找出答案出來 我把它改寫一下好了 有沒有看出答案出來 這是左邊 左邊是這個 右邊是這個 有沒有看出什麼 看出什麼 看出答案出來 我把它掛合起來 我把它掛合起來 有沒有看出來 你看這尾巴 這是-m 這是-m 這邊是m加1 這邊是m加1 這告訴我們什麼 黃色掛合有沒有 這是黃色掛合 這邊是-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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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出來 有 所以l等於多少 我們就得到 l等於右邊這邊 z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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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得到什麼 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什麼結論 z等於多少 對 l加1 2分之1 這是其中一個解 因為這是兩次方 接了兩次方 所以應該有兩個解 這是其中一個解 這樣會了沒有 其實我們得到一個解了 我再把左邊再改變一下 左邊這個你可以改成成這樣 這原先是怎麼 你可以改成成這樣 就是說乘上一個負號 這邊乘上負號就變成這個 右邊乘上負號變成這個 你再重新整理 這一項就跑到這邊來 這一項變成這個 我再把那個對應像掛呼起來 有沒有看出來 這個跟右邊比 跟右邊這邊比 告訴我們什麼 把它寫在這邊 負L-1等於4 對不對 我們再把這四再整理一下 你們再看一下 那第二個解告訴我們 接等於多少 告訴我們接等於多少 L-2分之1 這樣會了 所以我們有兩個解 因為接是兩次方 是平方下 所以有兩個解 所以我們有兩個解 一個是這個 一種可能 一種可能 Z的一種可能 是L加2分之1 一個是L-2分之1 你們想不想 這兩個 有什麼特色意義沒有 我們看我們這個 原先從哪裡來的 我們有一個 軌道角量量是L 對對 那自選是正負2分之1 那這兩個組合成怎麼樣 可以組合成兩種狀態 一個是Z等 Z是總角量量 一個是 總角量量是L-2 L加2分之1 一個是L-2分之1 這就構成 那個原子裡頭的能接 會分類 分類成兩個 我們再複習一下聽原子 對 我寫在這邊好了 我們這個原子 我們在銀學官這個 類清離子也好 原子也好 它的軌道是什麼軌道 這是原子的波函數 對不對 那我們 我們在解清原子的時候 清原子的時候 我們一直說 能量是跟 只跟什麼有關 只跟N有關 還繼續 還繼續 這是我們以前的公式 我們以後會講到 真正的清原子 就要考慮到這些問題了 你相同的L的話 它可以分類成兩個 有兩個狀態 有不同兩個Z 這兩個Z呢 它能量是不一樣的 那這是在實驗上 以後你們做 以後你們做研究的話 以後做那個像 我們系上那個周雄老師 他的研究都包括 用同步輻射的那個 X-ray的吸收 量吸收光譜 在吸收光譜 就是跟你們簡單介紹 它的物理意義 但我們現在還沒有 我們現在只是說 我們只是把這個定出來而已 我們只是把這個找出來而已 但那個Z 我們知道這個是等於R法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前提 那麼Z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L加二分之一 一個是L-二分之一的 我們現在不要怎麼樣 我們需要不要 就是帶進去 要把R法跟B找出來 這是兩個不同狀態 這兩個系數不一樣 那我們看怎麼找 我們底下用到這個式子 你們多抄了 就是說有兩個 我們來看 第一個 如果Z是等於L加二分之一 我們把這個帶進來 帶到這個式子來 你看 在這個式子 在這個式子 貝塔多少 貝塔 左邊是L-M 乘上L加上M加E 右邊啊 右邊Z 我們把Z帶進來 帶到這邊來 所以 所以 L加二分之一 L加二分之一 L加二分之一加一 我們就得到這個 我們就得到這個 對不對 那你這個是可以重新整理的 你把那個 就沉開來 然後L重新整理 你就得到這個 很簡單 就L減到M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貝塔跟阿法比例是多少 我們把這個出過來 所以貝塔 所以它這兩個係數的比例我們找出來了 那我們怎樣把阿法找出來 好 對 歸一化 我們就得到怎麼樣 得到Y 然後 L加上 二分之一 對 這是 Z等於L加二分之一 另外Z等於L-二分之一 你們做好不好 你們照這個方式做就可以了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但你們事實上 你們事實上寫的很少 以後你們 以後 我們這叫 以後會叫做 自選軌道交入作用 我們就要用到這些 用到這些了 好 然後我們今天 我們下一次上課 是要講那個 軌道跟軌道 軌道跟軌道相加